你結尾的那個鼓點就有抓到了 對,放大招 兩張黃牌的壓力的確是很大 很大 拿了兩張黃牌之後 就這樣,就變這樣了 是 回廢 新造型,好看啊 對,很擔心 帥啊 他的壓力是來自一 他在別的比賽也是冠軍的 這邊來這邊 好像一次都還沒贏 怎麼都你在掛黃牌 所以他壓力非常大 是 所以做了這個編曲 這個編曲結合在一起 也是跟孔甘老師我們一直 有...我先剪一個版本給老師 是 然後到了老蕾彩排的時候 老師真的是非常 幫我們用心的在 對 用生命伴奏 謝謝老師 非常謝謝 聽聽老師來講評論 秀蘭瑪雅老師 今天唱的這兩首歌 是放手一搏 對,算是 包括最後一把說哈 就是 就是前面那首歌 因為我們的愛 就是比較要柔情的氣氛 然後在後面又有一樣的月光 又要很有爆發力 又很霸氣的感覺 我覺得唱得還不錯 整體來說是很有魅力的 謝謝老師 洪晉堯老師 謝謝 其實我很喜歡 就是一個選手 他是對於歌曲 他不但只是演唱 他是對於歌曲的整體 他都是有想法的 包含你的表演 那當然包含整個的音樂 跟編曲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歌手 慢慢要進階的一個階段 就是要讓自己更寬 那我覺得今天子森 真的是有把你學到的東西 用上來 那我還要再說 其實這一組真的是非常的硬 每一個都很厲害 一開始就是九十二起跳 但是有沒有發現說 到了一個進階 這個一個階段的時候 接下來要聽到的是什麼 就是個性 就是辨識度 那我想 剛剛老師提到一個 唱到崩潰 其實我覺得這個子森 今天有做到 是唯一在這個裡面 真的是有做到崩潰 可能因為你的嗓子 是兩張黃牌 所以你會因為兩張黃牌而崩潰 但是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你用在對的地方 因為你選的曲子 加上你的嗓音本身 其實你在唱一些高音 跟比較有力的時候 你是會逼出一種煙嗓子 就是有一種搖滾的槍 其實你今天把它逼出來 我覺得這個槍 跟你所結合到最後面 這一首一樣的月光 其實是非常黏在一起的 我覺得今天我聽到 帶有一點Classic的文學 在家搖滾 文學搖滾 我覺得這整個的感覺 是一個新的 我有聽到一個新的聲音 謝謝老師 所以真的是值得鼓勵 周治平老師 請 子森 其實我在聽到你那個 中音出來的時候 我是會被吸引的 我是非常被吸引的 因為我覺得你那個中音 很有辨識度而且很好聽 這個是很難得的 就是在那一個頻率上 就是很多人那個耳朵會 唉唷 這是誰 那個聲音是好聽的 那個聲音是很好的 那所以我在這一點上面 幫你加了很多分 那你的基本功就是 你在中低音的時候 那個你的聲音是有點閃的 反而變成 那個閃的就是 那個是其實是基本功的問題 就是說你沒有練那一塊 你的可能你平常練歌 都集中在你那個優點 那個中高音那一塊 那一塊聲音真的很好 可是你的中低音 就可能就比較少練 比較少練那個聲音 就反而就閃了 沒有就用到一個共鳴的位置 比如說胸腔或者是哪裡 去做那些東西 所以那個聲音出來並不完美 當然你今天出來的這些情緒 是有真的有幫你加很多分 就是說你有做到那樣的 情緒的表達 再加上你有這個很好的聲音 那真的這些缺點 你如果補足的話 我相信你的未來 也是非常的看好的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記兩張黃白的李子森 這首歌到底能不能讓它安全過關 評審請給分 兩首不同歌曲的結合 會碰撞出怎麼樣的成績 來到89 90 91 小碩片繼續跑 92 是多少 恭喜得到92.4分 謝謝老師 我們現在好激烈 都是0.1分之差 92.2 92.3 92.4 今天你是最高分 所以黃牌不會記 但黃牌要給楊蒨時 92.2 這麼高分還等黃牌 對 他們也是如此 是 謝謝三位精采的表現 三位請休息 謝謝